我最先去大家或者所熟悉的上年 就是2014年的年底 足足年半之前 其實是AI開始炒的 就是2023年的年中 其中一個爆點就是Nmedia 突然一倍升 升到500元 就是換句話等於一刷10之前 現在的50元 現在140多元 當時是 我很知道的 因為尤其是很多人一見到微股升 就看到一些股升 就想把他放進去 因為港股是這樣的 對,對,對 升了那麼多 先買紅 是的 然後當時Nmedia 說到 然後很多人就 還有一段時間一出業績之後 不知道升了兩三成 不知道跌了兩三成 可能覺得神話死了 或者是玩完了 然後我就 用有僅餘的知識去做功課 然後發覺 不是,這個是改變世界的 AI 這件事 我覺得第四次工業革命 不誇張 已經來了 已經來了 我只是擔心它是不是真的好像電影一樣 就是 AI 能夠做到人類滅亡 我也不驚喜 是的 但是滅亡之前呢 它會這樣 而它會不斷地發展這件事情 就算它的股價爆 就像 Dotcom 一樣 Dotcom 爆完之後 互聯網有沒有死 就不會 那麼我 Dotcom 事實上是爆了之後 發展得比爆之前發展得快 是的 因為 一堆錢都在那裡 沒錯 還有剩下的那些其實就會成功了 那時候我就跟網友說 就是我們不要見樹不見立 是的 你可能真的沽中 那一隻股票 Nmedia 的升幅這麼大 你一定有機會沽中的 但是你 你沽十下都未必夠它爆一下 賺這麼多 或者你未必夠它 從小時候慢慢開始存起 所以 這個大潮流實在是很重要的 然後我們節目就跟大家講 就是那個大潮流 你接受不接受也好 整個對上廿二十年 那個世界時平的 全球一體化 中國市中心 是過去了 是過去了 這個就是我們做經濟台 第二個我們想做的事情 嗯 第一個我們想做的事情就是 香港人的投資 你問我呢 今時今日的香港人 Lumanda 你存在給我這樣講 小聲就要麻煩各位調大聲一點 和我們搬近一點 是的 因為沒辦法 因為 對不起 因為我就是沽寒 我這個還在用SE 第三代 是的 換算應該是iPhone 12 左右的 所以就比較差一點 我會積極考慮就是換 iPhone 16 希望能達到一個好一點的直播畫面 是的 然後下面就打上link了 不要 我們是不會這樣去要求大家幫忙的 你訂閱就可以了 OK 哈哈哈 但是你是要贊助我一部iPhone 16 我是會卻之不公的 但是你去到這裡呢 就是剛才我們要對抗的第一件事就是 就是香港人的習慣 習性 或者 引導吧 不要說對抗的 或者這麼說 就是我們要 empower 香港人的財經的東西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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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因為我們過了2019、2020之後呢 我覺得有一件事是都令到我們很深刻的 尤其是這兩三年我就很深刻的 嗯 就是我們沒有了什麼剩下的 我們只是剩下的 哇 這個是 這個其實就是你作為一個香港人有些什麼 就是選票你那張也有的 你可以投區議會的嘛 是不是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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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有很多人我們都說 我們未必有根未必有土 未必有選票 那香港人的資產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最後的一個資產 嗯 我們的錢就是我們的資產 是的 所以保障我們的錢 empower我們的財務知識 或者empower我們每一個人對於市場上的觸覺 我不是令到大家賺大錢 嗯 就是令到大家保持著自己的財富 不要什麼都沒有 因為你想一下如果你過了幾年之後 嗯 無論你身處哪一個地方空間哪一個法制 你沒有選票 你沒有了所有青春 又沒有錢 嗯 甚至乎可能你自己的語言都沒有了 嗯 那你就真的會發覺 我一輩子工作了60年 我還有什麼剩下呢 嗯 所以其實做財經 我那時候為什麼要搞經濟的一些project 嗯 要搞經濟的empowerment 其實就是說不是 我們 somehow 是我們的資源 no matter 你在英國 你在台灣 你在美國 嗯 因為我們還有資產 嗯 就是你意思就是說 其實 你意思就是說其實 聽起來好像有點悲觀 就是說我們除了錢 什麼都沒有了 嗯 但是那筆錢也是重要的 是不是? 是 而我想再多一個 我希望做到就是 很多香港人 無論在香港或者不在香港 都可能會面對不同的問題 而有些東西 被動的東西我們改變不了 但是 看看世界也是我們所說的 其實原來 就是你走出去放下世界嘛 嗯 原來是有些寶藏的 就是 是 我們不 我認為 你幾難好像過往二十年那樣炒樓自負 是 但是 過去就過去了 OK 但是這個世界是不是真的沒有機會呢 我想不是 假設 我講 我一口已經講了很多例子 印度 他十年後 他就算他不是 拍得住中國 不是 Next China 也好 不是 Next China 也好 肯定不是現在的 India 喂 有三分之一都很厲害 是 你差很遠的 現在整個印度供應鏈和中國比 蚊和牛比 如果他達到三四成 不得之了 日本 今年日本是改變歷史 第一次加息 第一次有通脹 第一次加工 如果日本經濟真的不錯 是不是 又是第二個機會 Crypto 我們講了很久 去年開始講 是一個機會 AI 也有一個機會 只不過就是以前 我們很被動 我們對理財投資很被動 或者要不就很積極 狂炒 極端的 要不就狂炒 嘩 怎麼看印度股市 真的沒得到 Thank you Ernest 我再跟大家講 印度股市近來是否停了 停了 跌了一點 跳了一成 對 我買了半年 我教你跳玻璃的舞 有經驗 因為有一次 印度在這邊也有東西搞的 是嗎? 我有什麼 Diw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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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前在我們公司附近 旁邊那個會不停點燈的 是的 其實是他們的新年 是的 你喜不喜歡也好 我認為印度也是 next super power 印度你看最近 YouTube 很 hit 的那種 印度版的 Arpa 2 都比他的 Rose 還好 哦 這個我還沒看過 那印度人家屈膝吧 他知道一半人聽到 七億了 排燈節 排燈節 琴瑟琴 OK 然後一半老媽加個 Rose 都不夠一個印度人 他開始想打我了 不會印度人家說正常 印度現在我們是 說真的錢向印度走 但是我們是接... 過往二十年 世界中心是中國 經濟發展製造業 這部分方面 很多外國人 是要強行去扭去學習中國文化 嗯 因為很難 我們是完全不需要 我們 take it for granted 而現在只不過就是 喂 這個世界永遠跟你組裝嗎? 好了 只不過現在打完四圈換一換位 稍稍搬一搬去譬如印度、日本 但是我們香港人的態度怎麼樣呢? 香港人會不會去 study 印度 有多少是... 香港人不是說法就是 在印度的東西很髒啊 是啊 我想說這個不是我們以前的香港 以前我二十年前的香港 在哪裡紅 在哪裡有市場 我們在做什麼 不是... 反過來 二十年前的東莞 不是也是這樣嗎? 是啊 恐龍年代去東莞的時候 是的 其實是比現在還差很多 是啊 貪污啊 人們下班又慢啊 上班又不準時啊 沒有 discipline 是 整班靈智式的人啊 你好像要拍片一樣叫他們上班 事實上就是 台灣就是叫那些人拍片 叫哪個拍片? 叫那些廠仔廠妹 OK 所以真的你會發覺 要好像軍訓式那樣去做 因為他們是很沒有 discipline 嗯 我們現在說印度的東西就是這樣 是的 去到這裡 也可以這麼說 為什麼我第二個 我覺得做經濟台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第一個就是我們覺得 我們要窮得只剩下錢 錢就是我們最重要的東西 是 但第二個問題就是 我們開始發覺 當我們的next China開始動的時候 嗯 或者我們的中國定位開始動的時候 是 以前沒有所謂的 你說真的 我懷疑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沒有所謂 但總之 在哪裏頭是機會 那些新聞照報 是 但這一輪呢 我們開始暗暗地覺得 有些新聞的操作是有一點點不同的 當然啊 當然 你不可以好像用 我們不可以像台灣一樣 說這個認知作戰 是認知作戰 絕對是 100% 認知作戰 認知作戰 對不對 沒錯 但某程度上 你知道我們一些所謂 很多元化的經濟消息 拿酒杯 其實是沒有出街的 是 尤其是華文新聞 是沒有出街的 所以反過來他們就很討厭我們 是 因為我們 speak the ugly truth 所以不要緊的 大部分 我肯定大部分人 是未必聽我們的 不要緊的 就算你十萬都要 這個有趣 在我們的台 從來就是 這個就是以前我的想法 就是我們的台一定要做得很好 是 全香港聽 然後就共同進退 因為當時我們有一定的選區 一定的選票 我們要知道 我們大概要拿多少選票 我們才能做到 我們要做的事情 現在不用的 對不對 對 簡單來說就是 你聽我們的台 就是保障到你的資產 沒有聽的保障不到 那就算了 是 做不到 所以我這邊 我就會很努力找一些資訊 就是譬如說 理財 資產管理 譬如說債券 這個世界有很多機會 就是 我自己一個人 認識不了這麼多事情 但是譬如我慢慢 建立了它之後 我可以找很多不同的專家 就是譬如我財富論壇 就是買自己的廣告 我有一個系列叫財富論壇 我就是找不同的人 講不同的事情 就是其實也有一次跟你偷師的 就是譬如找方圓 找David 找Dr.M 找佛爺 講講講講 甚至我最後一集 我特意找一個 做sport cards 嗯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叫Jerry 你說值不值錢 B coin 值不值錢 一張卡 這張卡真的嗎? 2500萬美金 嗯 所以這個世界真的很大 但是我們眼界通常 就是一天就是炒樓 一天就是短炒股票 我不是說全部都是這樣 但是主流都是這樣 只要你們肯吃那顆Red Pils 的話 我們就歡迎你 那顆Red Pils 是說每個月 45 美元 是的 這個療程 是的 OK 歡迎你加入財富不必辦 或者聽我們的節目 或者聽我們的節目 或者馬上進去堅利地 不 這裡你們作客就行 不要緊 你買吧 因為反過來你 我們也有想過做很多這些節目 當然到最後還有一個大問題 是怎樣? 就是我們發覺革命上未成功 是 我們第一步是 我們不夠講廣東話的專家 所以我們的台上也是做很多英文專家 做很多外國專家 是 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想知道這個發生什麼事 我不是想你買 是的 你要知道而已 因為其實反過來 你人生一年 你買賣操作很少 其實和一個正常人 都不應該好像 不停下賭場 我又要玩 又要玩 但是 是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是我想說就是說 如果你要有廣東話專家去講這些題目 當然是 很有限 但是我們是不是一定要 只要廣東話專家呢? 譬如說我們也看很多外國的東西 甚至 我覺得有些 就是我們固然是覺得 就是你身處台灣 我們覺得台灣的金融 就是那種跟國際接軌 不是香港這樣 但是台灣分析國際那些主持 我是真的 十分敬佩 嚇死 你不要說台灣分析主持 工業生產的主持 工業是他的文化嘛 他製造廠的嘛 但是台灣 你知不知道很多台灣 我不敢說很多 有好幾位台灣的財經YouTuber 非常專業 是完全是 如果你覺得外媒也有很高的水平 就是完全是那個水平 我覺得 而別人的基礎是更大的 就是國語嘛 所以廣東話真的 是差一點的 不過不要緊 不要再坐井觀天 但是香港人有個好處 是嗎? 兩文三語嘛 是啊 就是我們 Simon 訪問 我們也是 訪問外國人 訪問完之後 你看不看就沒所謂 我照樣放上來 對 所以其實我們台也很想 訪問一些外語的轉角機會 今天時間都差不多 OK 我們一會兒還要做運動 還有95分鐘 真的嗎? 你當我們現在做以前的網台 就是talking 真的 4-3個小時 4個小時 是啊 Donald Trump訪問這個 Joe Logan 是啊 沒錯 我們現在講ET 回來我們就跟大家講 Area 51 和這個 Area 52 哈哈哈哈 沒錯 是啊 好 我們今天隆重其事 因為我也很久沒有喝酒 然後 多久? 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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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呢? 因為我 這裡買不到 所以全部都是兄弟回憶 一直幫我拿過來的 有一些就給別人試一試 所以有一些我們一直都不捨得喝 好 來介紹一下這支 這支呢 就叫 首先是 介紹什麼 首先牌子叫Shootman 這個是獨有的private label 是教學家的酒莊 和我搞的private label 絕對是指此一家 因為那時候我在台灣 有個香港藝術家 和我有個小小小合作 因為我覺得 找些東西搞一下 想試一下 咦?他說 然後那間酒莊 多謝Kevin 因為和那間酒莊很熟 他說可以啊 我們可以這個量都和你做到 所以可以用一些不是特別貴的酒 我也是嘗試到private label 就想讓大家試一試 要不要同 要不要同 不用 真的好啊 不是 就是我入一版 是啊 OK 其實很感謝上一版就去了 我剛剛現在就再入一版 這支有機會 我不知道之後會不會再在教學家裡入酒 因為實在是太麻煩了 尤其是我不是在香港這樣 那所以呢 這個是希望大家可以嘗試一下 這支呢 就 講到這麼重要 還有格勒吉那酒 就是然後提子是傳統的saparafi OK 那就 148 他下過木桶三個月的 OK 好了 我覺得今天不如做一個特價 我覺得難得Jacky風在這裡 8 8元 8元 大哥 我8元成本都沒有 你也讀過 他在吃東西而已 他還沒說 8 我88 88我也還可以 不用算 OK 只要你WhatsApp 9660926 你說是聽Jacky風的東西 那就88折 最多 88折 最多六折 一箱六折 喂我88折 88折 不如這樣吧 你跟別人說是 88 Jacky風的就88 88 如果你說是Kelvin的 88,81支 我們給你 不知道你講什麼 當是順便支持 喂 兩個禮拜 定了限期 11月折到去 你之後11月你有沒有特別的樣子 有沒有生日 他30號離開 差不多 30號離開 截至11月到30號 Jacky風特價 OK 即是手法有手環母 又不是真的很多 最多6支 88元一支 原價148 嚇死人 這是什麼discount 為了宣揚教導加入葡萄酒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OK 那我們開酒了 喂 那你可不可以幫我多謝一下網友 讀一下名字 哦 多謝什麼 就是說哪些網友 讀一下名字 Kid Wong 多謝你 經常看不到再refresh 是 是 繼續 繼續 還有很多 有些應該是我認識的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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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還有很多 這些有很多 大部分是 Redga CC Channel 的朋友 希望大家見證著我們的發展 見證著我們的不幸 發展 發展 我們發展是你們的不幸 其實真的挺不幸的 你想想我們 我們一直在這裡做 我們一直在做什麼 嗯 我們說了很多理念 很多原因 你想想做理念 我們覺得香港新聞台不行 所以我們就要搞一個 又不一定不行的 互補 對 日那邊喜歡繼續報開海角七號 是 我們這邊就報一下其他事情 但最後 事實上他們只是報海角七號 都搞了十年 那不要緊 不理 現在就是我們理不了他們 那也是 我們理不了他們 理不了那麼多 事實上也這麼說 就是 很多香港的聽眾 都會知道他們是會報開海角七號的 那你就當他們是海角七號這樣看 不理他們 其實不理 現在根本就理不了那麼多 現在就是我們 我們的 就是自己人 就是我們關注我們的資產 譬如你這個時候 有很多網友是 假設有人 我對港股很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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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什麼事情 那你就有信心 沒問題的 OK 可能你對 只不過是說 我就覺得有這樣的風險 那我跟我們這邊的分析 自私賭多一點 不要緊 你認識我嗎? 沒錯 陳車就真的認識了 假洛家就 我無論說什麼 他都是這句 是 sup-proltery這個字 因為sup-proltery是一個很有趣的 家屋萬師兄 賺一下 起碼好一點 等一下 這個 白花油來了 sup-proltery 是 在 因為假洛家是一個很古舊的語言 它是解染料的意思 所以它的題字是很深色的 Tricky說一個重點 深色到這樣子 它是千千萬萬的題字裡面 唯一三個 是葡萄肉也是有些顏色的 你很難想像 你以為 紅酒的顏色當然是葡萄有顏色 No 紅酒的顏色是題字皮 沒錯 但是sup-proltery 它本身也有顏色 不過這樣 顏色深入不一定是大了 OK 只不過就是 畢竟現在不是賀錦麗的時代 辣辣的顏色 好 我們現在喝一下這款賀錦麗的顏色 To賀錦麗 OK To every color 是未開的 你喝紅酒還是白酒多還是什麼酒多 其實我喝啤酒少的 未開 要等半個小時 我真的連家裡都有喝 嗯 這個真的是倫敦居住的好處 真是酒真的便宜 喂 我們會不會講台英生活 是不是要 好的 再說 好 但是這支是 是不是 還沒開 還要等一會 沒錯 那個green pepper 青椒實在太出了 我們等一會 先等一會 好 先等一會 會不會搞個分 什麼分 so分 即是基金 沒得住 因為 是會分心的 譬如我選了 現在是想做媒體 嗯 那我就不搞分 搞分是可以的 但是 遲些說 因為我們有人是想做類似的事情 是啊 Johnny 我也很喜歡跟大家分享一下跟印度的經驗 其實很多人 其實是很多人在香港工作 都會跟印度 deal with 尤其是IT 產品 例如買電話卡 血都吐出來 但是 我就說 但是 如果這個潮流是會這樣發展 我不是說你不跟日本人做生意 你一定會餓死 但是你要知道現在這個世界的資金 是在轉移到不同的地方 你認識墨西哥 你也很有優勢的 不止 其實我們現在的說法就是不止印度 就是很簡單 Next China 是印度的不同 No No 我覺得Next China 是Next China 不會再有Next China 是的 在短期之內 或者是Next China 是用八國聯軍地拔走 你問我覺得是 你覺得你這麼問 我之前講的題目叫做 裂藥瓜分中國 把所有藥國一起拔走 你說現在 是的 瓜分這個字好像不太好 是嗎 裂藥很合理 譬如你越南拿出某些產品 裂藥感謝中國 是的 感謝他的 刺想 是的 刺想 沒錯 即是三年去了萬加拉 去越南這樣 我本來我們遇到topic 最後就是講台英生活 現在搞成這樣的話 我們多說三個字 好嗎 或者我們後續再續 明天後日 沒所謂